大家好我是旭哥 我可看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快打旋風對決 那旭哥今天要講的主題是這個格鬥之魂 格鬥之魂非常重要的主題有7個格鬥之魂 那要裝備給誰然後每個格鬥之魂的特色是什麼 比較適合裝備的這個格鬥家是誰 怎麼樣去使用才可以發揮他最大的效益 好那7個攻略要怎麼樣去升級他這些 這一集攻略都會非常詳細的就是講解給大家 非常詳細的攻略給大家 好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主題關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兌換馬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的 那有這個快打旋風的攻略專區這邊有目前總共加上今天40部影片 有風火雷啊然後宗師魔王各種隱藏神角然後最長角色然後最新的禮包馬 還有限時禮包馬然後角色的養成然後無課玩家怎麼玩零元怎麼樣去養這個神角 好這個攻略都會有給大家 好那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開始攻略了 Let's go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格鬥之魂 格鬥之魂點這個右下角的格鬥家點進來了你再點這個提升就看到這個格鬥之魂在這個右下角這邊 右下角這邊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格鬥之魂點更換這邊就有所有的格鬥之魂 目前的這些格鬥之魂分別有這個破陣 戰武然後迴響 訓歌以及莽撞 再加上還有兩個是強襲以及庇護 那這邊都寫他們的入手方式像強襲和庇護就是透過這個反轉世界入手 那其他的五個呢是在一般的試煉就可以入手了 那這是他們的入手方式 那你把他強化的話也是一樣他們會寫說他的素材是怎麼取得 像你比如說我要把這個破陣強化他這邊就有顯示 就是我的素材是從哪裡取得這樣 點這個就會顯示破陣需要碎片嘛他可以從挑戰可以從占卜還有從全球行動去獲得他的碎片 那每個都會很詳細的寫出來其實蠻簡單的你就看 比如說那我假如換其他隻 像其他隻假如是其他的話那他的碎片要從哪裡取得這邊比如說像迅哥好了 迅哥他這邊點他就會顯示 要從挑戰占卜全球行動這樣去獲得 大致上是這樣所以大家就是自己去養成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格鬥之魂的特色特性還有就是適合裝備他的格鬥加油哪一些 然後非常詳細的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我們第一個講就是這個破陣 破陣是前期就可以拿到這個格鬥之魂 那他的特性呢是暴擊率有6%還有這個傷害減免有6% 那他還有就是一些格鬥家的技能 像他是造成傷害的時候呢目標生命高於70%的話他可以額外就是傷害提升35%那非常實用 因為你剛開始打的話對方血都是滿的啦所以這個一定會發揮到 只要高於70%就可以發揮到或是打一些比較難打的boss 他的血是滿的時候他一定會發揮到這個破陣的效果 那練到二星的話呢會提升成42%就是目標生命值高於70%的話 那練到五星的話呢自己的生命值高於80%還會再提升傷害30% 非常實用的技能 那這個破陣這個格鬥之魂的 這個比較適合裝備的角色通常都是你的輸出角 比如說像是Poison啊或是像是Alegu就是那個雷鼠的那個 戰鬥Alegu 那一隻 都很適合裝啊一些主要的輸出角或是什麼 沙翼龍啊什麼的 因為對方假如剛開始就是 這個遊戲是盡量想要 趕快把隊友秒殺掉嘛所以對方假如剛開始你可以放必殺技的話對方血通常是還很多 第一次放的時候 那那時候假如能夠發揮出破陣的效果 提升了像42%的傷害值啊或是 自己生命高於80%再提升30%的話這個打錯的傷害值會非常可觀 所以基本上破陣都會拿來給很強勢的輸出手 像是沙翼龍啊像是那個 Poison 或是像旭哥現在是目前有給這個電郎用 那之後有更強的輸出角會給他用 因為目前旭哥就是SS的只有這個電郎所以就暫時先放他這邊 主要是給你的輸出手啦 強勢的輸出手就是像是Poison Poison我有裝啦 因為Poison一直吃不到上SS啦 我吃不上去 我一直抽不到下一隻 那基本上就是給這個強勢的輸出角裝就沒錯了或是你假如是玩火隊的話呢你就是給這個 噴火哥裝 因為旭哥沒有玩火隊啦所以我就暫時就是擺著這樣 之後有玩的話就可以給他裝所以這個破陣呢是非常好用的 再來下一個戰武 那戰武呢他是有生命加成8%還有這個防禦加成5% 那他就是 提升12%的治療效果然後目標生命值低於20%的話治療強化效果提升至30%這樣 那二星的話又會再上升到50% 那五星的話呢他還會就是受到間接傷害會降低20%然後元素傷害的話則會降低10%的這個 效果 那基本上戰武基本上他就是畫給你看了他這個就是 Alan這個艾蓮娜他基本上就是他的專武 就是你抽到的那個雷屬的艾蓮娜基本上就是給他用 因為這隻角色呢會補血 這隻角色會補血 所以基本上補血的這個 就是給他使用這樣 因為會補血的角色不多 所以基本上戰武基本上就是給他算是他的專武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再講下一個 就剛才那個是戰武 戰武基本上就是艾蓮娜的專武他也畫給你看了 再來回想他直接畫Julie給你看 適合給Julie撞他是攻擊加成 5%再加上這個效果抗性10% 那他就是 造成傷害值的時候呢 生命只要每降低15%呢 傷害就會提升10% 就是對方的血呢就是每降低多少他就會一直提升 所以等於是說對方的血越少越強 那通常這個很適合給 像是鐵面 那種拿來收尾道的角色像Julie很適合 就是拿來收尾道的角色 那練到二星的話呢他會每降低12%傷害提升10% 等於是說 他應該可以提升8次吧最多可以提升到80% 那其實也很適合輸出角使用 這樣給Poison啊或是給 電狼使用或是一些輸出角都也都很棒或是給那個 就是 我之後可能會慢慢 給他們使用這個吧 回想 這個很適合給輸出角使用 像Poison啊像是那個 凱爾 戰鬥凱爾 就是阿雷古 雷蘇啦雷古或是你 沙翼龍啊什麼也都很適合使用 鐵面 給輸出角使用 回想 就是對方血越少他越強 拿來收頭的很好用 非常強力的技能組 就是我之後會慢慢換換來用這個 這個還蠻好用的 再來下一個 迅哥 迅哥 迅哥呢他的格鬥之魂屬性呢是速度9然後抗性是12% 他這個是戰鬥開始時獲得3點必殺量啊這個非常實用啊 直接就可以讓你就是 比較快放出必殺技嘛 二星的話呢是提升至500點就是上升500點 那五星的話呢 普通攻擊的時候還有就是40%機會獲得這個300點 基本上你一定要讓自己的隊友其中一個 有上陣的一定要裝一個迅哥這樣 很快速讓你放出來 那我就是先 我好像是裝在坦身上 我好像是裝在本田上 讓他坦的時候還可以就是帶這個 戰鬥開始這個必殺能量 就是剛開始一定用得到啦 基本上我是放在坦身上 就是坦他剛開始的話 因為坦主要不是拿來輸出的吧 所以就讓他就是加這個必殺能量還蠻好用的 再來這個 蟒狀 蟒狀呢他的格鬥之魂屬性呢是 防禦加成是5% 然後韌性是 8% 他是就是造成傷害時候有12%機會造成沉默 每8秒 生效一次這樣 那這個很適合裝帶像是一些 在前面打的角色但是又不是主力輸出角 比如說現在狼王啊那種就是 輔助型的角色就很好用 像狼王就很適合撞這個 因為他每造成傷害的時候他就有12%機率 因為狼王的那個第2招他會一直轉 就可以打到很多次那就可以造成很多機率的沉默 而且他一次是打這個全體的 這個很適合中愛全體技的角色 只要就是你要玩沉默流的話可以用這個蟒狀 他真的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這個沉默 那後面兩個呢還沒拿到不過加減講一下吧 這個搶洗的話呢是生命加成8% 然後攻擊加成5% 那暴擊的時候他有30%機率對這個 目標呢造成7%的無視傷害防禦 最高呢不超過60% 這個其實也很適合裝在這個主力輸出角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取捨 但是他主要是要靠暴擊 就是要暴擊率高的角色來使用這個 最後一個呢是庇護 庇護呢是生命加成是8% 然後閃避率是5% 戰鬥開始的時候呢我方獲得護盾 能吸收等同於生命值 最大生命值7%的傷害 比較像是拿來給坦使用的 這個 就是庇護 基本上呢有幾個蠻實用的像是破陣回響 然後迅格這幾個都很實用 然後戰武是比較偏向愛蓮娜的專武 好吧那今天攻略就錄到這邊啊 這完全攻略 所有的這個格鬥癡魂全部都詳細的 分享給大家 1234567 那最詳細的這個 攻略就錄到這邊了這個快打旋風 對決的攻略那我們下次見啦記得訂閱頻道